大家好,这里是只讲干货不讲废话的动态小丑 本期是第17期教程 给大家介绍一款非常好用的 可以把静态图片转化为动态效果的插件 ImageMotion动感映像 今天主要给大家示范一下图像动画效果 其他动画效果我们会在以后的教程中讲到 我们先来看看图像动画效果 这是第一个让静态瀑布流动起来 这是第二个让静态的烟雾飘散起来 好了,我们废话不多说 来看看是如何制作的吧 我们以瀑布素材为例 经过我的多次测试 图片像素在1000到2000之间的 制作出来的效果是最好的 我们先给图片改一个大小 改好之后 我们在插件里面找到一个像小扳手一样的工具 点击一下 检测一下图像的配置是否正确 正确的话我们点击OK 接下来在图像动画里 点击第一个按钮 添加一个透明的图层 然后根据提示选择柔角的画笔 画笔的颜色可以设为一个比较鲜明的颜色 这样方便观察 我这里设为红色 我们在图像上需要流动的部分进行涂抹 涂抹完成之后 我们点击第二个三角按钮 现在给图片添加一个动画的终点效果 然后给图片添加一个动画的起点效果 完成之后 一个动画就准备就序了 我们点击播放看一下效果 如果对刚才的效果不满意的话 可以点击第三个按钮进行修改 如果不修改的话 就点击第四个对号按钮 让系统自动生成第一个动画效果 现在瀑布上方的动画效果有了 底部的动画效果还没有 我们给瀑布的下部添加一个动画效果 同样点击第一个按钮 先添加一个透明涂层 然后在底部区域进行涂抹 涂抹完成之后 点击第二个按钮 我们给下部添加一个终点的动画效果 然后再添加起点的动画效果 我们点击播放一下 看看整体的效果如何 现在只要看底部的效果 如果底部的效果OK的话 我们点击对号 让系统自动生成第二个动画效果 我们再来播放一下 检测一下哪里还有问题 我明显的看到第一个动画效果 和第二个动画效果 但衔接处融合的非常不好 我们给第一个动画效果 添加一个白色的萌版 我们选择画笔工具 前景色色为黑色 我们再融合不好的部位进行涂抹 我们再来播放一下看看 现在的效果就很融合了 效果做好之后 我们可以把图片保存为JRF格式 我们在桌面上打开图片 看一下效果 这样的话一张静态的瀑布照片 就转化为了流动的瀑布照片 在此需要说明了一点 我这个插件虽然说是中文的 但是呢 这个插件必须在英文版的PS里面使用 如果想获取这个插件和素材的小伙伴 可以在我的公众号里面回复 177素材就可以获取 里面有详细的安装和使用方法 有不懂和疑问的地方 可以在评论里面留言 我会一一的进行回复 不知道小伙伴们有没有学会呢 赶快去试一试吧 谢谢